这下面第二段呢 原礼仪菩提心 那从礼上讲 一切诸法本来几名 这是大臣 原教 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当前一切法 是不是极灭的 是的 我们没看出来 为什么没看出来 烦恼 迷了心窍 在面前看不出来 我们在前面说过 以前那个老的电影 永欢灯片 动画这个原理 形成 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就看不出来 二十四分之一秒 如果在电影荧幕上 放这个 音频 一秒钟里头只有一张 是由 音声 由形象的 音像 只有一张 但是它的速度呢 二十四分之一秒 放在音幕上 放在音幕上 我们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有感觉 有个声音 有一个光 一闪就过去了 内容是什么 也没听清楚 也没看清楚 二十四分之一秒 现在把它加到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这一张画面 带着有声音 在你面前 放映着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 有没有听到 没有 这什么现象呢 就是我们眼前 所看的所有的现象 我们能看到什么 就是这个幻象的相续相 相似相续相 不是真正相续 因为它每一张相 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念头 是一个相 在弥勒菩萨讲的 一句说 二 世尊所问的 心有所念 即念 即相神业 弥勒菩萨回答 一探知 三十二亿 八千年 念念成行 行皆有始 就在我面前 这是四十四真相 没人能看见 今天的科学家 这些真识的仪器 确实 非常现金 能捕捉到 一千兆分之一秒 能捕捉到 一千兆分之一秒 真了不得了 他能不知道 能看见 所以我们要知道 摄像就在眼前 四十真相 我们不见 不闻 丝毫没有感觉 不但前五个 完全不知道 第六意识 也不知道 这就是 本来寂寞 眼前 每一个摄像 摄身相为触法 就是六成金结 统统是寂灭相 般若精神讲的 完全正确 一切法 无所有 必经空 不可得 这是四十真相 不可得 是 谢谢观看